您好,我是张宁 共产党员呢,讲究这个互斗 就是除了他斗争人民,斗争外国人 在早期呢,他斗争富人 现在呢,他斗争穷人 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市委书记 曾经号召要把北京市的几百万 这个低端人口逐步地给他驱逐出北京 所以说呢,穷人他也斗,富人他也斗 至于共产党人相互之间 那更是斗得天昏地暗 以前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句口号叫做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更无穷 所以共产党呢,总是违反这个世界规律 与天斗 然后呢,拼命的这个虐待大自然 破坏环境,污染环境 这叫与地斗 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完全是野兽与野兽之间的关系 互相斗来斗去 共产党的反腐败 其实就是都是互相斗争 被斗倒的一方 一般来说就给他安上腐败罪名 因为共产党干部哪有不腐败呢 不腐败你怎么能提升做干部啊 你在中共这个体制内 你想当个科长 你不腐败,不去行贿,不去受贿 你都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 我在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几十年里面 见过大量的共产党干部 因为他老是不会送礼 或者不会腐败 都受气的要死 只能就是说呢 甚至比普通人还要受气 因为人人呢 都想欺负他一把 所以说呢 这也就逼得呢 共产党员普遍走上了腐败的犯罪道路 但是呢 只要你擅长斗争 擅长送礼 擅长巴结上级领导 到最后呢 你往往都是赢家 就是说斗来斗去 赢不到你 这里面呢 今天呢 有一种共产党员互斗的这个法术呢 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这个是具有创新性的 就是以前呢 我看过 我知道各种共产党人 十八般武艺就是互斗 怎么样栽赃陷害 怎么样互相检举揭发等等 但这一招呢 是比较绝的 这是山东 汝山县的一名公务员 姓渝 他想出来的绝招 他的这个绝招是怎么办呢 他在单位里面呢 因为在公务员升职的时候呢 遇到了这个麻烦 也就是说呢 他感觉到很不公平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这个 机关里面的那个公务员 都是共产党员 所以这名姓渝的共产党员呢 为了报复这个单位的同志们 因为他表面上也许对局长也好 对这个同事也好 都满脸 就是笑脸藏开 笑口藏开 满脸笑容 但实际上呢 内心里却充满了对他们的震恨 最后呢 他想出了一个绝招 他上网去购买那种 刺激母猪发情用的激素 然后呢 他把它注射到这个针管里面 趁人不备的时候 经过那个走廊 他那个统计局 那个大楼门口 那个喝水的那个地方呢 把那个水呢 就是那个激素水呢 注射到这个大桶里面 那个大桶呢装的都是纯净水 就是说单位里面 每个人都到那里面去喝热水啊 凉水啊什么的 也就是说统计局的饮水机 这个统计大楼呢 大概主要就在一楼大厅里面 放了饮水机 因为他这个饮水机呢 大概顺便还能够 给你那个 就是说呢 过滤一下 据说很干净 但是谁也没想到 会有人在那里面注射 这个刺激母猪用的发情素 结果呢 这里面的所有共产党员 所有干部 所有这个公务员都中招了 就是局长也罢 副局长也罢 因为人人都得喝水啊 就连门口的保安也都中招了 而且呢 从这个2017年8月份就开始了 因为现在这个姓雨 已经被抓住了 目前呢 正在监狱里面 可能已经到了起诉阶段了 他作案长达两年 这两年里面呢 整个这个汝山市统计局里面的 所有这个共产党员 各个呢都变态 都发 第一呢 是男的呢 普遍发胖 第二个呢 是男女呢 都经常发情 因为他这个母猪这个急速呢 刺激母猪呢 不仅仅是刺激母猪 也刺激公猪 也就是说呢 对于男性共产党员 同样有效 结果呢 这个他这个局长也好 共产党员也好 一到单位的上班 喝了水以后呢 马上就眼睛通红 皮肤也变红 脸也变红 一个个呢 那个眼睛 都色迷迷地盯着那个女同事 如果这种情况倒也罢了 因为女人可以躲开 或者说呢 假装正经 但是呢 不幸的是呢 女人喝了以后呢 那个情欲呢 比男人还强 所以大家呢 整个这个统计局呢 大家一有机会 就把办公室们抓起来 就疯狂地这个淫乱 结果这个淫乱活动呢 持续了两年时间 这弄得很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男人说不顾一切地干 女人呢 也就失去了矜持 同时呢 也就不再保护自己 结果呢 纷纷怀孕 一次又一次地怀孕 没完没了地怀孕 然后呢 那个男的呢 还有另一个副作用呢 就是变得能吃能喝 这个办公室里面 逮到女同事 干过以后呢 到饭馆里面 反正统计局呢 总是有单位请客的 一般来说 他们都有固定的私厨 就是私人厨房里面 都是下属单位里面 给他已经订好买单了 比如说这个月 一万块钱 李同志你到那里去吃馆吃 吃了以后呢 一万块钱以内呢 我都给你报销 所以说呢 这些人呢 是有免费吃喝 美味佳肴的地方 然后去了呢 都去拼命吃 结果都吃成了大胖的 最后这呢 就连他们那个局长 李洪光 也是一样的 疯狂的找女人 疯狂的这个吃东西 最后胖子呢 都走不动路了 那个脖子呢 就像水桶一般出 他是很无可人 他平时呢 他说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这一辈子 后来呢 他因为条件比较好 他跑到 专门跑到北京的协和医院 那是中国顶尖医院 协和医院呢 有时候为了看个病 你得提前到医院里面 12点钟去排队 甚至8点钟就要开始去排队 就是站在那个医院的门口 不管那个北京有多冷 很多人看病就是这样的 要等上一夜 就站在那里面 然后第二天一早晨呢 像分子一样 只要那个闸门一开 大家就分拥而上 跑到里面的这个 争取有机会 跑到那个挂号口呢 挂上一张号 如果你要是私下来了呢 据说呢 十年前呢 我打听呢 需要这个几百块钱 现在可能需要几千块钱 在那买一个号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呢 这个医疗资源呢 都被中共的这个 牢牢控制住 一般来说 只有高干才能够享受 类似协和医院看病 其他他的这个社会门诊呢 都是派出二流的医生 但是呢 他仍然呢 要 就是说呢 对你进行种种的限制 比如说让你折磨你一夜派对 结果呢 这个局长李洪光呢 他检查以后呢 发现了他的体内有三合急速 还好这个协和医院呢 因为是美国人最早投资办的 就是那个洛克菲勒基金会 早年投资办的 而且呢 这个协和医学院呢 培养了中国的大部分 就是说呢 这个医学教授啊 或者一些著名的医生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近代医学上呢 第一呢 是这个葡萄牙人建立澳门以后呢 派出一些传教士兼西医 然后呢 英国人派出了很多医生 在这个 当时在中国的 那个十几个这个英国人 所属的那个租界里面 但是最大一笔投资呢 还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他创办了协和医学院 就是现在的这个 清华大学附属医院 然后呢 这个协和医院呢 查出来呢 它是一种母猪用的春情术 这个局长这时候 才明白过了自己 为什么这两年来 这么疯狂的 要去这个 与所有的女同事 不管是长得丑的 还是长得漂亮的 都要疯狂的跟他们言乱 为什么自己变得如此肥胖 眼看就要走不动路 所以说呢 他回去以后呢 立即报案 结果呢 在2019年呢 公安局呢 就悄悄立案 然后呢 设置 在单位里面到处设置摄像头 尤其那个 供水的那个地方 结果发现了这个鱼姆 还像若无其事的 趁着大家都不去的时候 把这个针管 装在绣筒里面 看看左右无人 迅速地就在那里面 注射一针 母猪催情术 然后呢 他终于落案了 这个案件 目前在中国呢 已经已有报道 不过呢 最新的消息表明了 这个事情呢 由于这个共产党员呢 比较具有发明创造的能力 中共呢 担心大家 各个单位都模仿 这个作案手段 弄得这个全体共产党员 都不干活了 都疯狂淫乱 都去这个拼命地吃胖 所以说呢 现在中共呢 正在紧急刹车 不准媒体 再进一步挖掘 报道 这一起荒诞的 这个犯罪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